请搜索 换了个地方看书了 钱取回来了啊 每当五百 一共一千 你这出去取两千 怎么还没到家呢 就用去了一半 你这可是大手笔啊 这算什么大手笔啊 我只还了一千给人家 要是像我哥哥那样花钱 还不吓死你 你怎么不学人家的好处 再说 你大哥三哥 都是可以挣钱的人了 你倒是一点收入都没有 反倒跟人家比起来 我看这顽固子第四个字 用在你身上 倒是货真价实 你怎么说这些啊 好了好了 算 说错了 回头啊 我给你拜个年 再给你道个歉 谁给你们这些女孩子计较 为什么今天穿得如此的漂亮 过年嘛 总要穿得热热闹闹的 省得人家说我 性冷人也冷 再说穿得热闹点 总不会让人讨厌吧 那可不一定啊 如果有些人长得 像猪八戒似的 穿得越热闹 就越让人讨厌 你胡说这什么呀 你说谁像猪八戒 那你是不是高家庄的高小姐 像我这么一个没演一架的 怎么找到一个这么漂亮的猪八戒 回来看 你是找我整治你不是 你敢 我有什么不敢 指不定谁整治谁呢 谁啊 我 四姐啊 你怎么不进来啊 要说起新婚燕耳啊 你们两个人当之无愧 看着你们恩爱的样子 我闯进来不太合适吧 错了错了 揍 四姐都是揍母亲的人啊 怎么还能我们开玩笑啊 我哪敢拿你开玩笑啊 我们老七说了 你是聪明人里挑出来的顶尖啊 得了 不说这个了 对了 老七 我问你 那天我给你的那张支票 你填了多少钱啊 两千 姐 这次你帮我一个大忙 不过已经还了一千 剩下的再支出五百就可以了 算了 算了 你要是让我帮你保管呢 这还没到手呢 就又要用去一半 我看这钱还让你自己拿回去吧 这钱自然是要用的吧 要是以前我花的钱都留下来 我现在还用借债吗 我正是来告诉青秋妹妹 你要知道 我可是债权团 我可有权利派一个代表来监督你啊 算了 我拿这五百块钱 去打发那些债主去了啊 青秋妹妹 你看不惯她这样吧 她们就是这样的 花钱像流水 已经习惯了 以前除了两位老人 可以干涉她们以外 别人都不好说什么 现在好了 你来了 你应该负起这个责任来 四姐 我也不是为了这个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今天都过年了 别在家里坐着了 坐一整天又是看书 这样对身体不好的 走 我们出去走走吧 我们这样闻名的新家庭 最过年还是这样的铺张啊 这都是母亲的意思 反正是一年一次的事嘛 我们大家也可以同乐一下子 她老人家本来就喜欢热闹 反正这样也无伤于闻名 你觉得这样就很铺张了 走 我带你到大厅去看看 那才热闹呢 青秋妹妹 你瞧瞧 我们祖上 可都是些轰轰烈烈的人啊 曾祖父就不用说了 我爷爷那半排行三个兄弟 有文有武 每个都是坐到二品以上的官位 只可惜啊 他们人丁不忘 长二房就只留下了一个姑母 我听燕熙总是提起这位大伯母 说她是如何如何疼她 只可惜他们一家都住在上海 往来不太方便 她还让我和她一起探望这老人家呢 那可不是 我们家这位姑母啊 可是慈善得很 她每次见到我们都特别地喜欢 可能是因为我们家人丁太少的缘故吧 这还能说少啊 一共都八个人了 难道你还想要二三十人不长 对对对 是我说的不对 应该说亲人太少的缘故 我们家爷爷啊排行老三 他是很有远见的 他说官场上懂洋务的人太少 所以要求我们家父亲出国留学 父亲他老人家 在欧洲待了几年才回来 他本来中文的底子就很深 加上出国以后学了一些新知识 回来正是国家要用的人才 这也算对得起上辈吧 可是到了我们这一辈 那会就太糟了 这怎么能是糟呢 只是好的都在女子这一方面罢了 我们祖上像这样有业绩的人 应该都要传过四代去了 署上不是说吗 君子之则 武士而载吗 既然这样 你就应该和我们家老七 多生几个小国民 到时候我们家 我的青秋妹妹还没过年呢 怎么就给我拜上了 都是你 害得我差点就摔跤了 你可别对别人说啊 怪难为情的 我的傻妹妹 我对你哪还有一点不尽心不尽力 你难为情就是我难为情 我哪里还有向别人说的道理 行了 别说了 咱们还是找母亲去吧 走吧 来 瞧瞧 哪样好啊 我可是外行 这哪知道哪样好啊 我是不给压岁钱的 一个人跟你们一样 你是新来的 格外赏你个面子 你可以拿个双份 自己挑 看得哪两样自己拿 这下你的面子可大了 那你就挑吧 这下子 我可像刘姥姥进了大官员 这看什么都好啊 好是样样都好 可是好里还有更好的 你就在更好的里面 挑两样不就行了吗 还说不会挑呢 你这两样是最好的了 妈 那我要谢谢您了 我也不能年年给 看我的高兴罢了 妈 其实过年 您不应该赏这些东西 保存起来 以后可以留给小孩子吗 你不明白 我是另有一番用意的 我的意思啊 先赐给小孩子的母亲 再有他们赐给小孩子 这样就是传代的物件了 如果等到将来 我直接给孩子 那中间不是隔了一带了吧 原来是绕了这么大一弯子 妈 你怎么还拿我开玩笑啊 我哪是跟你开玩笑呀 你呀 是上了你四姐的当了 妈 您就别怪她了 等磁碎的时候 让她多给你锯两个弓 趁她现在腰软 可以多弯弯腰 等改天像大嫂一样腰直了 那就不肯弯了 我就不明白了 姑娘订了婆婆家 要害嫂 爱情有可原 一个少奶奶要添孩子 那是开花结果 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有什么好难为亲的 爸 你把这些玩意翻出来干什么 过年了 给儿媳姑娘们一点东西 当压岁钱呢 人老了就这样 汇转通心 看来太太大高兴过这个 不相干的旧年 我们转了童心啊 充其量是听听戏 看看电影罢了 你们要一转童心啊 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 我可说出好的了 别抬杠 今天可是大年三十了 刚才还说是不相干的旧年呢 现在就说大年三十 不许抬杠了 你这不是只许捉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吗 这个做事的人哪 总想闲一闲 其实真的闲下来 倒觉得不合适似的 每年到了杨历阴历 这两个长期的假期中 我反倒觉得闷得慌 不知道用什么玩意儿 来消磨时光 我倒佩服彭镇和燕熙 彭镇那儿 她那个衙门一个月 也去不了三趟 燕熙呢就更不用说了 她是常年在家没事做呀 凡是有事找她的时候 却找不到人影 我就没有这种福气 可以闲得下来啊 爸 燕熙现在刚在房里看书 你要是找她 我就去叫她 我倒没有什么事情找她 既然她在看书 这可是十年难封金满斗的事啊 让她看吧 别打扰她 看来啊 还是清秋妹妹有办法 父母的教育不成才的人 到了你的手里 怎么就那么听话呀 这还要父亲教训她 她才能听话呢 我们家老七长了张好嘴 这媳妇的嘴 也跟抹了蜜似的 来 不好意思 先生 来 知道在哪儿吗 知道 来 今天要别说话啊 放好了 放好了 来 吃饭点 开始了 快点 来 今天都完了再点 快开始了 抓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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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太太 什么事 大少爷说了 时辰已经到了 是不是该上供了 时间还早呢 大少爷催好几遍了 他说还是早一点的好 你听他的话做什么 你知道他又搞什么名堂 是 这也值得你生气 凤举啊也是孩子气 他想今天晚上 朋友家里可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早点上完供跑出去玩啊 早一点也好 你去通知大家吧 是 太太 老爷 一扣手 二扣手 三扣手 过年了 好 不赢了 好 好 不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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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男人都不是东西 而是九号 女人都不是东西 他不许哥 他不许哥 我感觉他的女人 他不许哥 他们老是牛 他不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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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许哥 他不许哥 他们老是不许哥 秦秋 过去坐呀 坐在这里干什么 复兴在这儿呢 你就别说了 多难为奇啊 这有什么 过去坐 去吧 小舅妈 你怎么害羞了 你行 这该坐一起的 不坐在一块 这不该坐在一块的 都坐在一起啊 你说什么 我们开玩笑呢 喂 进宫馆吗 给找一下贵府的大少爷 大少爷吗 是我 好 少奶奶醉得挺厉害 什么 您是不是过来看看 好好好 马上就去 哦 好 大少爷 我在这儿等你吗 哦 不用了 你先回去吧 无论奶奶车回来 让他们来接我 好 好 大少爷来了 您请 人呢 怎么回事啊 好好的醉呢 刚说你咬一会儿 你别嚷 你咬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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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人喝酒醉成这个样子 你咬一会儿 都是为了你不来吧 这少奶奶她年轻 这到了年边去 大家伙都热热闹闹的 她自个儿待在家里 也就显冷清了 家里有的是酒 她喝着酒节节闷 可也没成想 她就这么样醉了 我呀还真没留意 嗯 醉成这个样子 来 起来 到里面去 别管我 等下来 你给我走 你 慢点 慢点 小心点 你别管我 你看看你 你不用说 我全明白她 你明白什么呀 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 糊涂虫 你 爸 我给你剥个橘子 嗯 一个都没个橘子 多吃啊 多吃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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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什么鸟子 若眼花 到哪儿了 都没有鸟子 好 初恋你 不要了 很久 好 想吃大哥 等你咋吃啊 真好 少奶奶 您怎么回来了 这里清静 我在这里看屋 你出去玩玩吧 少奶奶 我也不喜欢热闹 年年都如此 也就不觉得新鲜了 来 喝杯茶吧 小莲 最近柳少爷 没有和你联系过吗 少奶奶 又拿小莲取笑了 我现在心里啊 只想一心一意地 伺候七少爷和七少奶奶 过年嘛 人人都想得团团圆圆的 难道你真的不想柳少爷吗 不想 也就不想了 这是什么话呀 自己喜欢的人 当然要想念啊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少奶奶 我从小就是个孤儿 后来 大少奶奶把我带进金府 所以 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人 不想 也就不想了 所以 你就更应该有一个人 可以想念啊 少奶奶 您这是怎么话说的 怎么哭起来了 来 快坐下来 快点擦干眼泪 少奶奶 您赶快把眼泪擦干吧 这大过年的 要是让人家看见了该笑话了 少奶奶 您别这么想 不 我只是想到楼的母亲 她也是一个人在家里过年 真是孤苦了一些 对了 初三你不就可以回门拜年了吗 不说了 越说越难受 还是说说你吧 少奶奶 我的事 还是不提得好 三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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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不该打这张吗 这张吗 嗯 咱不 你去看看机上来的 你们的手啊 都快变成搂钱的耙子了 我得回去取点钱 要不然啊 真被你们打力了 我正到处找你呢 走 到母亲房里打牌去 不去了 我刚才吃了点油腻的东西 现在有点不舒服 不会吧 小东西 让我看看 赶家了 是不是啊 算你猜对了 不过 菜也是白菜 我可以想到法子 让你回家看你妈去 你怎么谢我啊 快说吧 少废话 这还不容易啊 现在街上不到十点 正热闹着呢 我们就说出去逛逛 偷偷地去你们家 你说这法子好吗 不行 要是让大家都知道了 这可不是闹着我玩的 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怎么会有第三个人知道呢 这法子不错吧 说 怎么谢我 你这明明是称人之威嘛 我的母亲也是你的岳母啊 再说 她老人家今天为什么一个人再嫁过年 这不都是因为你啊 是 夫人 雁蟹已经知道了 行了 进去穿大衣吧 我陪你回家去 还妈 海妈 我回来了 海妈 我们 哎呀 姑娘 姑爷 太太 太太 车儿回来了 好吗 妈 姑爷回来了 妈 大年三十的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他们家里人家打牌 他又说要看今晚的夜景 我说你啊 你一个人在家 他说要来看你 我倒也不是一个人 你舅舅啊 刚出去 妈 我想吃您做的 点心 有 海妈呢 海妈 我这是去给你们拿太太 给你们做的点心 来 尝尝 姑爷 小姐 你这是干嘛 还把我们当客啊 我倒不是把小姐当客人 可是姑爷是客人呢 谁说我是客人 我可没把自己当客人 姑爷三十晚上能来看太太 我这心里可乐呵了 乐呵 还有比这更 请不吝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老七 和善奶奶去哪玩了 三 三早 吓我一大跳 脚中不怕斜弯 你怕什么呀 这深更半夜的 我还以为是哪来的大花仔呢 我也这么认为 小人见识 书上说 为女子一小人 难养也 老七 老七 你说我什么呢 我说 春节快乐 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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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呦 柳公子 欢迎欢迎 今天光临舍下 应该是无事不登三宝店吧 我在这儿先给叶熙兄拜个早年 自从上一次白权安一别之后 我对小莲一直是念念不忘 今天正知出席之夜 我想再见一次小莲 不知可否 我们当然没有问题啊 只是应该问一下小莲 等一下好吗 好 小莲 刘公子成心成意来了 要不要见见 但我谢谢他吧 见到我 就不必了 很抱歉 小莲她 她不想见你 颜希兄 我知道你是位热心肠 我不妨跟你直说 我和小莲在一起 是光明正大的 一个人不管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都有权利自己选择她自己的前途一命运 我们两个人相互看重对方 并且以心相许 这段感情不会再有第二次了 而且我相信小莲也是这样的 小莲 你跟青秋女士从相恋到结合 一定理解这是怎么回事 而现如今 家父家母反对我们之间相结合 小莲那天在白雀庵 小莲 而且我的生命也只属于她一个人 麻烦你把我的意思转达给她 小莲 殿希兄 打扰了 我相信你一定会延伞我 麻烦你转告小莲 云小姐 晚上 我在医院拔巧等她 她没有眼 天花旋律 也不想秒而回前行 不过是放飞的风筝 怕你心痛才自由 奇异的线索 在你手中 如果你能让他相拥 不过是放飞的线索 无自由无心疼 不过是放飞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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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畜生竟在我家里撒野 总理大人 我们真的不来撑心闹事的 真是我们家老爷让我们来抓 让我来请我们家少爷回去的 你们这群混账东西 可真够放肆的啊 既然要到家里来拿人 最起码应该搞清楚 这家是谁的家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 不想当官可以回云南 儿子可以回家去管 就当是拜年了 柳少爷可以留下 叫你们老爷来领人 都给我出去 出去 滚 滚 滚 金伯伯 谢谢您 春佳 你都看到了 年轻啊 乔儿 这句消息 爸 妈 你们 我都听说了 小莲是我们金家的丫鬟 你知道吗 金伯伯 请您听我解释 你不解释我也清楚 我在国外的时候 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 我也被你们年轻人 这样自由地 勇敢地追求爱情所感动 可是 你们这样不顾父母的感受 一而再再三里 让老人伤心 实在也是考虑得不周全 老爷 你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不怪罪孩子了 反正现在也是大过年的 春江 你去带我们这儿玩吧 要不 燕熙你把他送回去也行啊 伯父 伯母 我娶小莲的事是不能改的 我今天来 就是为了这件事 你这孩子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呢 春江 年夜饭你也不回去吃 有什么比在父母面前进教 更重要的事情呢 有 小莲过年的时候就一个人 难道我不应该陪他吗 反正父母身边有别人陪着他们 好吗 好吗 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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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别烦 累死了 一个不争气的东西 这些东西 是越闹越不像样子了 我实在看不惯 他们有本事 就让他们尽局独立 自己去领领门户去吧 没头没脑的 怎么就说出这句话呀 这也不能怪他们 只怪我们做上任的 不会教育 养成他们这 交涉淫逸的脾气 清早起来 又冲着谁在那发脾气呢 封局昨天晚上 在楼上喝醉了酒 睡在了沙发上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原来是封局喝醉酒啊 这是常有的事 怎么就捧出 教育问题的大题目来了呢 就是这一点 我还能说什么 他们所闹的事 比喝醉了 胜过一百倍的也有呢 我不过是通过这件事 想起其他许多事罢了 他居然在我的书房里 喝得酩酊大醉 这还了得 他跑到书房里去 喝醉了酒啊 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 李福这东西也真糊涂 见他那么闹 也不进来说一声 太太 他是怎么个闹法 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我想 昨天晚上 他一定是在哪儿 说了个大窟窿 要不 就在外面跟女人 又闹了什么事 因此一肚子委屈 无处发现 跑到家里 灌黄堂姐妹 这个家伙 这越闹越不像话了 我要处罚处罚他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父亲找了你两回了 说是有一家银行 有笔账让你去算 是有关股票的 都耐您的事了 那我哪知道呀 好吧 我去看看 回来 你坐下 我认为你昨天晚上 应该醉死才对的 怎么又活过来了 是什么事心里不痛快 这样拼命喝酒 是在朋友家喝酒 遇到几个闹酒的 你胡说 你对老子都不肯说一句实话 何况他人 你分明回来以后 在厨房里要酒要菜 在楼上大吃大喝起来 怎么会在朋友家里 你这种人 我看一辈子也没有出息 我不能容你 你自己独立去 没出息的东西 你就没做过一件好事情 还不快走 你别急着让他走 我还有话要好好跟他说一说 你想想看 我不说你 你也不觉得惭愧吗 你除了在衙门的薪水外 还有两处挂名菜市 据我算应该也要 五六百块钱的收入吧 你不但不够用 还在家里的工帐上 这里抹一把 那里抹一把 可结果呢 还是一生会空 你上不养父母 下不养七十 你的钱哪里去了 果然你凭着自己的本领 赚来的钱 你自己花去也去罢了 你所得的事 还不是全是我这老面子换来的 想说有一天靠山到了 我问你怎么办 你跟着我去死吗 这样年富力强的真 不可做了一个吃老子的寄生虫 有什么了不得 你倒觉得很高兴 终日饱餐秀色 花节柳相 你是真有这种闹的本领啊 好 我今天就写几封信出去 把你的差事一起辞掉 再凭你自己的能力 重新开辟局面去 家里现在又不要我担责任 自然是闲人一个 可是我在衙门里 也和别人一样的办公室 何至于那样不长进 要靠您老人家的面子混差事 好 你还不服我说你不用 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领 这事使得你为他这么生气吗 有事你只管走 我来办就行了 我的太太 你要能办那就好了 何至于让他们 谈创到如今这种地步 很好 你不是说你很有本事吗 从今天起 我让你经纪独立 你有能耐 做一番事业给我看 我很欢迎 把配方给我叫来 我当着你们夫妇的面 我宣告 子恒啊 让我说一两句行吗 你说吧 你这种办法 知道的认为你在教训儿子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家怎么着呢 你说是吧 难道由着他们闹不成 惩罚惩罚他们就行了 又何必照你的意思 捧出那个大题目呢 做儿子的 让你父亲生气应该吗 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还想等个水流师出啊 滚 你在家里是不清楚啊 现在的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外边有很多事情 已经闹得不成样子了 衙门里有人兴风作浪吗 我还能帮你 就有什么事 我还能帮你 我还能帮你 在这儿干什么